52360 给您全方五的天气预报 首先几个重点提醒大家 目前台湾正受到热来性低气压的影响 而且这个热来性低气压的影响 会持续到至少是礼拜五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各地尤其是我们西半部地区 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风雨 那么实际上这个热来性低气压的强度 它的风速已经有点接近轻度台风了 所以也提醒大家 这个热来性低气压不要掉以轻心 甚至是要把它当作是一个轻度台风 来做这个防灾应变的这个准备 所以提醒大家都要特别的留意 那么另外提醒大家就是 低洼地区要特别注意积淹水 尤其是沿海沿海地区 我们中南部沿海地区 因为这一次热来性低气压 是逐渐沿着我们台湾西半部 从这个南部逐渐的北上 所以在它南侧的这个环流是有点 为我们台湾带来偏西风到西南风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气流 是从海上往陆地 所以等于是说把这个海水往这个陆地 所以再加上这个降雨比较明显的话 有可能导致这个河川的内水 没有办法外排 或者说外排比较困难的话 可能就会在沿海地区 会有这个激烟水的情况 那么实际上在很多市区的低洼地 也已经有这个激烟水情况 所以提醒大家也还要特别当心 那么后续的话目前看起来预估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如果顺利的话有可能在礼拜五的中午左右 或是下午逐渐中心会离开我们台湾 但是真正我们台湾要脱离它的环流的影响 可能就要等到礼拜六了 但是后续到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 还是有西南风会影响到我们台湾 这个西南风是夹带着水气的 所以后续在我们中南部地区 天气仍然是不太稳定 都还是会有震雨的情况发生 所以提醒大家这一次可能要做好这个长远的 这个长期抗战的这个准备 因为不稳定的天气 有可能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三左右 不过当然战雨就显著的时间点 就是在今天跟这个明天 那么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就在新地下的最新动态 它我们从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这整个白色的云系的范围 就是在新地下的位置 那么它的中心位置 其实是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南部这附近 大概是在云林嘉宜这附近 那么也可以看到 这个热带性地下整个结构 对流最旺盛的地方 就是在它中心以南的地方 所以可以看到只要是热带性地下中心 它如果是慢慢的往北边移动的话 在中心以南的地方 其实都是强降雨区 这个降雨都会非常的显著 所以要特别的留意 那么今天在我们中南部地区 降雨也已经很多了 到目前的累积雨量已经有300多毫米了 甚至已经慢慢的要接近 甚至会超过400毫米 所以提醒大家这个累积雨量还会再持续的增加 今天晚上到明天是降雨是最显著的时候 那么后续的话可以看到 随着热带性地下逐渐的往这个北边移动 是他们未来逐渐可能往西北方向 离开我们台湾 大概是在礼拜五的下午到 中午到下午的时候 那么后续还是要注意可以看到 后面还是有很多的新南风 夹带的水汽会影响到我们台湾 所以我们刚刚有提醒过大家 这是一个长期抗战的准备 因为降雨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 不过降雨就显著的时间就是在今天跟明天 尤其礼拜五这一整天可以看到 西半部地区都有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 那么大家可能也会相当的 因为目前在我们中南部 这个降雨几乎都是在持续性能下 中南部的雨势到明天肯定 都会是有这个持续性能阵雨 那么北部的话 北部就要看到这个 就要看它整个中心的位置的移动方向 如果说这个中心是逐渐往北边移动 那么北部在我们的这个西北边 西北侧这附近也是会受到它的西南风影响 如果是这样的路径 就代表说这个北部的降雨会非常地显著 那么如果说这个在新地下的移动方向是逐渐地往 这个在台中附近就逐渐往西北边 逐渐远离的话 有可能北部的降雨就比较不会那么明显 所以它的中心位置什么移动 其实还是很中 也是后续要持续关注的这个重点 那么礼拜六礼拜天到礼拜一 实际上雨势是在逐渐地缓和下来 但是可以看到其实天气还是很不稳定 各地的降雨几率也都还是很高 所以要特别的当心 那么看一下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主要降雨几率都还是比较偏高 尤其是中南部要特别的注意 雨势仍然会相当的明显 那么到明天白天 其实全台湾的降雨几率也都是比较偏高的 那么低温的话大概是在25到27度 高温大概是29到31度左右 因为受到这个热带性地下 整个云量偏多跟下雨的影响 所以温度并没有升得很高 那么这两天持续要特别注意的 仍然是降雨 甚至在降雨的这个云溪里面 也会加上一些这个闪电的影响 所以提醒大家这两天要特别当心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明天再见